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下列有關這個單位所對應的這個物理量何者是正確 好,請看一下A A度是電功率的單位,對不對 這個是錯的,好,為什麼 因為度的定義叫做千瓦的功率乘上小時 千瓦乘上小時是什麼東西 千瓦就是1000瓦特 它就是功率 那小時就是時間 所以它是一種能量單位才對 它不是一種功率單位 好,所以這個錯,好 來,請看B 光年是一種時間單位 好,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所以它就是把光速再乘上一年的時間 那一年的時間 這個算出來是一個距離才對 它不是一種時間單位 好,所以錯 C,瓦特是一種能量單位 好,瓦特是這個功率的單位 好,什麼叫瓦特,瓦特呢 就是把能量除以時間 能量的單位叫做焦耳 焦耳除以秒才對 所以它是功率 它不是一種,不是一種能量 奈米是長度單位 對,這個是對的,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做奈 奈就是10的-9次方 米就是公尺 所以10的-9次方公尺叫奈米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再請按一 瓦特是一種電阻單位 呃,瓦特呢 它不是一種電阻單位 瓦特呢 它是一種 呃,一庫人多少未能的單位 一庫人多少的電能 好,一庫人多少的電能 那這個單位叫做瓦特 對不對 這個單位呢叫做庫人 這個單位呢 它叫做焦耳 油的單位 能量的單位叫做焦耳 所以它是一庫人多少焦耳 它不是一種 呃,電阻單位 錯 好,所以本理答案 只有第一次正確的